恭喜兩位 賀喜兩位 又是一個黃金組合 創高組合 對對對 沒有錯 我們出現 台股就是會漲 對不對 好不容易才恢復好不好 前陣子也是有施令 不要這個樣子 所以前陣子我們沒有在一起 一起出現過 有啦 有一次也是下跌的時候出現 後來就停發骨魚就好了 股魚比較久沒來了 股魚比較久沒來了 所以今天的話你來 你要幫趙華多加入Podcast 沒有問題 Podcast叫什麼名字 趙華與股貨長 有備而來 海航榜第一名嘛對不對 現在有點掉下去 有點掉下去嗎 那是因為我沒有來啊 我幫你錄一集就衝上去了是不是 誇下海口 那今天錄的就要很辛辣哦 一定辛辣 多辛辣 今天呢我們要來做揭秘啊 揭秘 對啊 我們賣個關子 今天要收聽我的Podcast 因為股魚要來講現在坊間 很多的高息ETF都有漏洞 包括最歷史悠久那一檔都有漏洞 是 所以都不會讓你賺到錢 賺不到大錢 可是也有人克服漏洞 這個好 好 要來聽一下 反正得罪人的是骨魚不是我 不要這個樣子啦 那個有一些太機密的東西要幫我砍掉 你知道有時候在錄Podcast 太興奮了 會不小心講過頭了 一定要幫我保留一下 我們Podcast不剪輯的耶 對啊 不是就直接播出去的嗎 對 好 再來永年老師真的也要恭喜你 最近很白耶 很白不能再白 白到超白 是白目的白 是超白的 恭喜你看聯電 是 就是獎上來了 台積電 反攻了對不對 對 貨櫃三雄 不離不棄的講他對不對 今天都超級有表現 甚至記憶體 甚至上次我們大盤跌破月線 你叫他先轉進驅動IC 是 你現在講什麼準什麼 就是啊 嚇我一跳 有怕得到 還有運勢這麼旺 就是啊 那因為最近台股好誇張喔 走自己的路 完全不甩美股的跌勢 今天就成名金口了 告訴我們發生什麼事了 好 沒問題 要挑什麼股票了 OK 好 歡迎收看理財大人秀 台股真的好強喔 不為美股 美股其實過去四個交易日 跌多 漲少跌了快1000點的稻窮 但是台股呢 這四個交易日漲了400點 今天甚至收復了關鍵點位 17633 所以呢 有年老師今天來到現場喔 最近他真的順風順水 非常的準確喔 他會告訴你 收復這個關鍵點位 我們現在台股 真的是 是不是重返多頭了呢 但是重返多頭 大家也留意到囉 漲的族群喔 為什麼說有年老師現在順風順水 他之前常常告訴你 很多族群被低估喔 被錯殺 最近通通漲上來 所以今天會告訴你 三大族群高獲利 在年底看明年喔 現在得到了平反行情喔 一定要留意喔 另外 谷魚來到現場 2022大家怕什麼呢 其實市場怕包爾喔 要升息 但是升息對誰最好 絕對對金融股最好喔 谷魚來幫大家盤點 金融股誰是低本益比高值利率 而且享受明年的升息優惠 當然喔 市場上現在有非常多的高息ETF喔 真的染人選股喔 不要選個股買這些就好了 但是大家都知道高息ETF 常常有賺股息賠價差的一些疑慮 今天會告訴大家 如何破解 如何挑到 能夠克服這些漏洞的ETF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真的是台灣之光喔 平反了 平反了喔 好 美股喔 這幾天其實是一根比一根黑的倒窮 一直跌下去喔 將近跌了一千點的那幾個交易日 但是我們的加權指數呢 卻只跌了一二三四 從這個禮拜一開始往上漲喔 一舉把上週五的這個長黑灌破月線 徹底收復喔 對 我們想了半天 到底我們哪裡比別人強呢 其實很多東西都比別人強 但是這厲害了 我們現在本土加零 已經連續28天 但是美國已經有Omicron的病毒感染了 其實全世界各國陸陸續續都有傳出來 我們好厲害耶 我們持續加零耶 然後就想想 難道這個事情是加零幫我們推了一把嗎 所以這邊要請教永年老師囉 今天這根大漲喔 其實收復了 我們上次講的跌破月線的長黑之外 還收復了17633 所以現在我們第一次看多頭嗎 第二現在漲的類股喔 我們現在鐵嘴喔 到底誰會落後補漲或是續牆 OK好來 這個我們台灣的股市呢 真的是很精彩喔 現在呢 台灣之光喔 不只是台積電 現在連這個大盤都台灣之光了 好 好 那麼我們看一下喔 為什麼我們會走得這麼強喔 其實呢 大家可以看 有三大支撐 在基本面上有三大支撐 第一個 新台幣強勢 是啊 不怕美元升值 對不對 美元升值我們比它升得還凶對不對 因為新台幣升值的話 表示怎麼樣 外資有回來的機會喔 第二個呢 PMI就採購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在11月的時候呢 哇大幅度的上漲 那所以呢 表示怎麼樣 我們台灣的經濟景氣非常的好 第三個呢 就是全職股呢 先是這個形成支撐 然後呢 這兩天他們開始呢 推升大盤往上走 是 那從技術面有 也有三大支撐 第一個就是季線 大家還記不記得呢 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最低的時候 剛剛好打到季線 打到季線 就立刻往上撐起來 然後呢 昨天站上了月線 那今天呢 盤中 早盤的時候一開低 打到月線 又站上去了 是 所以呢 季線 月線 輪流被變成支撐 然後呢 今天又突破了17633 對 所以17633 現在又變成支撐了 喔 所以呢 原來的壓力 現在全部都轉變成支撐了 基本面 技術面 都是呢 有支撐的 那然後呢 我們再看一下 如果 我們現在假設 就講一個最好的情況 如果呢 這個能夠大盤 能夠複製前一波的強勁漲勢的話 你的前一波是哪一波 喔 在這裡 喔 這一波 11月這一波 大家還記不記得 當初連漲四天了之後 小回一天 休息了一天以後 再連漲五天 五天半啦應該說 連漲五天半 我們現在是不是跟這一波很像 對 也是連四紅 對不對 那你一定是要修正啦 對 修正一天 明天修正不修正都OK 我希望他修正啦 為什麼希望修正呢 修正下來 你可以買到好的股票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按照等比例的上漲的話 那這一波的大盤可以 衝到一萬八千一喔 重新再來看萬八 對 沒有錯喔 那可是萬一 我們什麼事情叫漲個萬一 萬一再跌破季限的話 那表示怎麼樣 這波行情就結束了 可是我覺得這個機會不大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好 那到底我們支持台股 比美股強這麼多的理由 有哪些 剛剛有提到一些了嗎 剛剛有提到一些了 第一個我們 美元強 我們新台幣更強 11月的這個PMI值 PMI擴張的速度 加速了 這個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本土連續28天加零 真的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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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覺得說 我們台灣實在是太厲害了 我們也懷疑過 可是因為很多同學都在當醫生 對 他說確實現在就是沒有 沒有錯 對 不像之前有段時間 真的急診室什麼 一直送進來病患 對 那個是去年 去年3月的時候 那個時候 那時候很恐怖 那現在真的就是 就是加零 沒有錯 然後全市股來撐盤 所以這四個因素 造成我們台灣股市 其實是非常強勢的 好 那麼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台灣的 台灣的這個防疫的成績怎麼樣 對 跟股市的關係 好 大家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在去年 去年就是3月大跌的時候 好 COVID-19剛爆發 對剛爆發跌到8523 我們只花了多久 到了6月的時候 我們就把3月5號的那個跳空缺口 完全填補了 就是COVID-19的那個跳空缺口 完全填補了 在6月就補了 然後呢 我們看一下 稻窮指數是怎麼樣 這是週K線圖 稻窮指數也是一樣 他們跌到低點的時候 一直拖到11月才完全填補 真的耶 哇 是不是 對 表示是不是我們台灣很強勢 是 那為什麼會這麼快就填補這個疫情的缺口呢 因為呢 我們在去年的4月12號開始 對 就已經加零了 喔 一直加零喔 對 一直加零 253天 嚇死人對不對 人家一直沒有零 是 對 所以才會在今年5月有本土案例的時候 大家那時候殺盤殺1000多點 對 真的嚇到 因為加零太久了 對 加零太久了 大家就已經鬆懈了那個警覺性 那我們現在快過農曆年 我們真的要注意了 要加要努力了 對 沒有錯 大家一定要這個 在這個南來北往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還是要口罩一定要戴好 是 好 那麼我們看一下 剛才我們講了 從去年的4月12號呢 到去年的12月22號 對 我們呢 253天的加零 是 253天的加零 那到了這個23號呢 其實它也是只有一個小小的一個 一個本土的案例而已 對 所以沒有很嚴重 那那個時候呢 大家注意看 誰漲得最兇 就是垃圾牌 唉唷 但有好有不好 對 有一段時間 小型電子被壓抑的 對 壓抑的很 很辛苦 對沒有錯 可是呢 你看一下喔 當時的台積電呢 它是漲多少 從279塊 一直漲到呢 這個525塊的最高 沒有跟加零天數差不多 對啊 對啊 沒有錯 漲了246塊 對啊 一天漲一塊 對 一個加零漲一塊 對啊 一天漲一塊 漲幅88% 所以呢 這就是為什麼呢 我在過去這段時間 一直在跟大家講 台積電啊 連電啊 講到大家都煩了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期待一下 如果繼續加零 台積電能不能一個加零漲一塊 對啊 以上純屬意測 希望是有好消息 我們希望是這樣喔 大家繼續加零 你不要講喔 有可能喔 因為到現在已經漲了不只 從最低點開始 不只 不只28塊 不只28塊 對 好 那我們看看現在的台積電 現在台積電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今天呢 是拉到最 收在最高點 615塊 你看這一波呢 最低點的時候 大概是來到570塊左右 570塊 那今天呢 是這個615塊 哇 已經漲45塊了 對 那一天漲兩塊 一個加零兩塊 對 那最好是這樣子 OK好 那麼其實喔 從10月份以來呢 三大法輪就已經買超了5萬張了 其實默默的就已經在買超了 那麼為什麼會買超呢 其實就是我之前一直在跟大家講的嘛 你覺得它委不委屈 很委屈 因為我都覺得台積電實在太委屈 為什麼會這麼委屈呢 感覺上有人要刻意壓它 然後呢 到這個時候呢 要供18000塊的時候 就把它放出來 由它來供 所以我覺得這一支股票呢 大家投資朋友可以注意 好 台電有點像外資的控盤工具 對 沒錯 那剛剛我再來幫永遠老師補充一下 其實我們今天開場有講到 有三個族群 是醞釀這一波如果重返萬八 要反攻的 而且是比較委屈的 一個當然就晶圓雙雄 連電我們今天就略過了 因為您已經講準了 好 另外兩個族群是什麼呢 來我給大家看一個消息 我們先在揭秘之前 先給大家看一下一個消息 怎麼用內部流出啊 怎麼會一直流出啊 就是啊 早上是不小心故意流出啊 OK好 這個文件呢 是陽明海運股會文件公司 台灣營業部呢 他敬愛的東南亞線客戶 東南亞喔 不是那種什麼美西啊 遠洋的喔 對 可是喔 他講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就直接看它的重點 對 二十指貨櫃呢 加價 一個貨櫃加價六百美元 六百美元多不多 多 多嘛 很多 開玩笑 非常多 那四十指貨櫃呢 就加多少 剛好就可以按嘛 一千二嘛 一千兩百美元 加很多耶 東南亞耶 對啊 他不是遠洋的耶 很奇怪對不對 加這麼多 對啊 我也看不懂為什麼會加這麼多 而且他是12月16日 趙華生日那一天開始 唉唷 順便 順便生日快樂 順便生日快樂 對 好 所以呢 今天確實貨櫃三雄 好像真的反映這個利多 對 好難得喔 萬海漲停版 是啊 楊明也都七到八趴 終於等到了 好 那我們呢 就看長榮 好 萬海漲停看長榮 對 然後楊明漲價我們看長榮 好 好 因為總要有一個照顧他一下 是 不好意思 那其實長榮這支股票 我們在之前就跟大家提到過 這支股票可以注意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看到 他一直站在所有的移動軍線之上 沒錯 對不對 每天雖然很狹幅的站盪 然後正常大家都已經覺得 哇 這支股票真的沒有搞頭了 那就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才覺得說 他能夠一直在利空消息之下 大家都看壞的情況之下 對 他還能一直站在所有的移動軍線之上 是 他反而是變成一個強勢股 那所以呢 我們看一下 那基本面當然不用講了 對 我們再看一下 他最這個之前跌下來的時候 大家最害怕的就是籌碼面 是 我們看籌碼面 10月份以來呢 三大法人合計買超5.6萬張 對 大家看一下外這個三大法人 然後呢 10月份以來呢 股東人數減少多少 3.3萬人 韭菜都下船 哎呀 OK 對不對 所以這個 它這個股價呢 而且之前有那種大韭菜啊 上市公司也下船 對 那個大韭菜下船比較 比較有幫助啦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他已經突破這個盤整區了 對 那另外一方面 這邊呢 做出了一個圓弧底 圓弧底 所以呢 這支股票我覺得說 投資朋友還是可以持續觀察 好 顏老師但是要問了 好不容易突破這個 長長的把柄區了 對 第一根 但是還是提醒觀眾朋友 因為今天搞不好籌碼上面看一下 有沒有外資隔日衝又跑進去 對 那第二是我們現在要守什麼線操作呢 OK 現在呢其實是守五日線 守五日線 守五日線 守比較短均 對 對它會要求比較嚴格 嚴格 為什麼要守五日線呢 因為其實它在盤整的時候 就從來沒有跌破過月線 月線來碰都沒碰過 對 所以它現在呢 這麼長的一根長紅 突破這個盤整區 對 照理說就應該看它的五日線 好 如果今天才去追的朋友 一定要守短均 對 沒錯 這個一定要特別的小心一點 好 那另外還有一個呢 就是呢 記憶體 最近大翻身 對不對 還有記憶體 另一檔我們覺得 怎麼會之前講它都 不會錯 不反應的 最近真的反應還不錯 對 害我們之前都只敢講 立基型的那個 像是華邦電啊 旺宏啊 金豪克啊 對這一些的 這一支股票大家不敢講 可是呢 因為呢前一陣子 美光出來講話了 對 你們都說我們記憶體不好 我們記憶體沒有不好啊 是不是 變望紅老闆了 對 對 然後呢 到了明年3月呢 我們就可以回溫了 因為庫存都已經清得差不多了 OK 那事實上呢 它的基本面好不好 其實基本面真的還不錯 當大家講它很不好的時候 你可以注意看 10月份的營收 它的年制率還50.18% 對不對 你說它很不好 結果它那個業績攤出來 營收增加50.18% 很好啊 所以呢 現在就讓它平反了 那當然其實呢 法人呢 其實比我們看的還遠 9月份以來呢 三大法人就合計買超7.5萬張了 所以這支股票 它今天是用跳空的方式 來突破了盤整區 對 而且是量增 那我們就注意這支股票 對這支股票是什麼呢 從明天開始 它要量縮往上走 要量縮往上走 要量縮往上走 因為呢 它在這邊已經洗過一次幅額了 到了今天呢 跳空往上走 它又把這邊的這些獲利的這些 短線獲利的這個多頭呢 把它洗出來了 所以呢 它籌碼應該要比較穩定了 那可是如果說明天呢 又開始又開始怎麼開高走低啊 收個長黑 甚至於把今天的跳空缺口填補的話 那投資朋友在操作上 可能還是要謹慎一些 好 因為我們最近發現這個平反行情 真的在12月開始走 特別有意思 因為大家可能會認為 明年不像大家想的景氣循環 馬上向下 可能明年有一定的獲利支撐 對 沒錯 那當然明年好的 還有誰這邊要來請教古瑜了 因為本來前陣子 美股的大震盪跟鮑爾很有關係啦 他說要提前升息嘛 提前縮減購債 好 美股就下趴了 但是這個消息其實對 金融股 明明就是好消息啊 對不對 過去降息降到沒有息 沒有價差可以賺 沒有息差可以賺 所以明年你看金融股 是不是可以延續 像今年這樣一個強勢的狀態 你知道嗎 當一個人啊 他連任成功之後啊 接下來講的話 有可能都是實話 你知道嗎 我以為是腐敗的開始 沒有沒有 不是腐敗的開始 因為你知道嗎 是誠實的開始 因為不需要再連任了嘛 對 他已經沒有連任的壓力了嘛 他就不需要裝了嘛 對不對 所以他接下來講的每一句話 有可能市場都要仔細的聽喔 尤其你知道嗎 他連任成功之後 第一次公開講的內容 立刻把侯爾街嚇死 他原本呢 是一個標準的歌派 也沒有啦 有點陰了啦 有點陰了 對 自從他確定被提名之後 有沒有 他陰的更嚴重了 不裝了 而且呢 他講了一句話 叫做 泥加速縮減購債計畫 他原本喔 跟大家講的是什麼 原本他講說啊 我要到2022年的年中左右 才會把購債的部分給結束掉 那他現在講什麼 他現在說呢 我目前有新的計畫 我要提前把它給我完成 提前完成 年中泥現在也沒多遠了 還要提前完成 是多趕啊 那你知道嗎 他這個原本FED提出來的計畫 是兩段式的 是 第一段呢 叫做先把購債的部分 先縮減掉 接下來就準備要升息了 所以呢 我們如果呢 把他的聯想力稍微放在一起看 他代表他跟我們講什麼 明年可能不是年終升息喔 有可能明年的第一季就開始升息了喔 進在眼前 對啊 你看一進在眼前之後 這個消息一出啊 市場嚇都嚇死了 可是你知道嗎 並不是每一個族群聽到升息這件事啊 都會感到害怕的 是 可是這個時候啊 也有人一直跑來問我一件事情 說啊老師啊 那個升息了 那我應該要佈局哪些個股啊 來我幫各位整理一個資料 我們到目前為止 來趙華我問你 升息了沒 還沒 還沒升息嘛對不對 房貸都還在可能還有點降息喔 對對對 那你看喔 現在竟然還在降息這個階段啊 代表金融股的獲利是有壓力的嘛 來幫我看這個 獲利有壓力啊 對 獲利有壓力啊 好 而且這要強調喔 他們可能有的是靠投資的啦 可是有些真的是乘坐銀行業務的 是 你如果覺得他是靠投資很簡單嘛 你就看那個受嫌比重高的 你先不要看嘛 你就看那個純銀行的 欸你有沒有發現呢 連純銀行的都賺的 哎呀 也是成長喔 也是成長很多 而且不只這一頁喔 好不好 我們再看一下還有第二頁喔 好不好 你看 第二頁的部分有沒有 銀行股的也是都賺很多啊 對 而且除了 這個賺最少自己要留意了啊 不好看 對 大家都雙位數 而且你知道一件事情嗎 有些公司啊 你要特別小心一下 怎麼說 怎麼說 來我這邊有備注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今年呢有一些金融股啊 購病 它有購病的題材啊 你要知道啊 它購病的話呢 要嘛是把整個受選公司吃下來 對 要嘛是把整個金控吃下來 對 你要知道整個吃下來之後就代表什麼 我今年的這些獲利動能 全部都灌到一家公司上面去了耶 是 版圖變大囉 它版圖變得更大了 那明年的獲利動能 誒 是不是雙重加持 對 第一重的加持呢 就代表我購病 我獲利動能增加了 第二重的加持的話呢 升息 誒 我的那個利差的部分的話 也許我又可以再賺更多了喔 所以你是不是應該花點時間 好好的注意一下 關於金融股的一個表現 對啊 像今天就確定安泰銀 喔 併入了國票金喔 今年這樣的消息非常多 是啊 非常多啊 所以呢 要知道啊 購病這種東西呢 其實對很多公司來講 都是獲利在提升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契機啦 不過我們在投資金融股的時候啊 還是要小心一下 你不要說覺得他今年有賺錢 就趕快衝進去隨便亂買 這是不對的 還是要用一些指標來篩選對不對 尤其是我們以前在節目裡面啊 常常會教各位 怎麼去篩選金融股 嗯 有所謂的3加2指標嘛 欸 對不對 咐心一下早就忘了 啊 你這樣子不行啦 你這樣不行啦 我們一定要好好地考考你 這個3加2指標到底是什麼 來 這個指標的話呢 先看他的餘放筆 呆帳覆蓋率 以及他的資本氏足率 好 那你看喔 他的一個標 呃要求的部分的話 我們全部都整理在這個地方 好 假設呢 我以金層雲這間公司為例 銀行股嘛 對不對 那你看喔 這銀行股 他不管呢 在任何一個指標上面來講啊 全部通通都是達標的 好都達標 把這個數字記起來 看看手上的金控股有沒有 都達標 對對對 然後呢 除了這個之外呢 接下來我們還要再看一個 他最主要的 3加2的2是什麼 獲利動人到底是在哪裡 獲利動人的話 我們主要是看他的ROE跟ROA啦 就是看他的 他拿了我股東的錢啊 拿了我股東這麼多的一個資產啊 對 他到底有沒有好好的運用它 去賺到更多的錢 ROE的部分啊 我們的要求是這個樣子 大於8% 大於8% 那ROA的部分的話呢 要大於0.5% 至少要賺錢 至少要賺錢啊 可是你看喔 像以金層雲這間銀行來講 股東權益報酬率 大概呢 前三季加起來就已經超過8%了 那ROA的部分啊 這個光一季就超過0.5%了 所以你說像這樣子的公司 有沒有符合到我們的一個要求 是 其實像這樣子的話 就有符合到我們選股的一個要求囉 所以我會跟各位投資朋友講啊 如果今天你對金融股真的有興趣的話呢 好好的利用我們這個所謂的3加2的指標 去看看你所投資的這一檔金融股 有沒有符合到這樣子的一個要求 好 有研究精神的就3加2 那大家為什麼研究精神會下降 因為股魚會幫我們整理好 哎呀 這個態度不是很好你知道嗎 你知道每次喔 上這種節目的時候 我都感受到有一點點壓力喔 因為我們都要幫各位觀眾朋友來做一些整理 那當然我們在今天的整理裡面啊 我們跟你講啊 大放送啊 是 好不好 我們幫你挑 所有的金融股裡面 已經符合的 大家不忙 那個我們來看一下喔 就是 我幫各位呢 做了兩件事情 第一個 我幫你把本益筆全部整理出來 哎呦加碼 還幫忙整理第一本益筆 然後呢第二個的話呢 我再幫你預估 它明年的殖利率的表現可能是多少 好高殖利率 對 所以呢我們這邊呢 就已經幫各位 我都用顏色幫你整理好了齁 其他的一切盡在不言中啊 好不好 兩個快快都有的首選 首選啊 這個快快的看您的興趣了 對 那我會建議你啊 就是說 這一些你有興趣的 這幾檔個股的話呢 你可以用 我剛剛講這個3加2的指標 你再去做一下篩選 如果呢符合3加2 然後呢 又低本益比高殖利率的話 那我想你在 投資金融股的過程裡面 我想信心度是會比較高的啦 好 所以投資金融股還是要長期持有 然後因為大家都知道 它是存股的標的 那當然 除了金融股的話 存股標的還有很多 我們知道現在坊間 已經有非常多種類的 ETF商品 因為他們的入手價格很低嘛 可是呢 如果你挑的是高息ETF 有一點概念的話 就會記得 欸好像有人會賺息 賠價差有沒有這個問題呢 趕快回來告訴你 怎麼克服這個問題 到底有沒有好的ETF 可以讓你賺息又賺價差 好 台股最近在震盪的時候 很多人會覺得 哎呀懶人投資就好了 買ETF不就好了嗎 那台灣最特別的就是高值利率喔 但是坊間有這麼多的高息ETF 也有人講說 好像有的有漏洞耶 會賺了股息 價差就賠了 好像0056可能大家覺得 績效怎麼沒有0050那麼好 所以到底怎麼挑可以克服這個問題呢 最近趙華也有注意到 網路上有熱烈討論某檔ETF喔 而且是比較在攻擊它 趙華就覺得為什麼要攻擊它 攻擊的有道理嗎 今天呢我們就來請這個所謂 正宗的ETF教父好不好 古瑜你今天有任務了喔 真的嗎 第一個就是現在年底 本來就是去展望明年的高值利率行情了嗎 是沒有錯 當然怎麼挑才是一個正確的挑法喔 第二個 好多高息ETF喔 可是我不想買那種區間震盪的 我想買超越大盤的 超越大盤 對 那有沒有人設計可以達到這樣的功能 當然有啊 那其實我們在這個部分啊 台股得天吐厚 對啊 台股的殖利率啊 跟全世界的股票市場放在一起啊 它的殖利率真的是超高的 是 所以呢每逢台股呢要除全息的時候 外資呢都很喜歡來我們市場嘎一腳 嘎一腳 對 那但是呢你知道嗎 我們在做佈局這件事情啊 叫做超前部署 要多超前啊 你都已經知道台股是高值利率的 你如果呢能夠買在高值利率的時候 賣在低值利率 那你是不是兩個全部都賺到手了 哪可能那麼神啊 所以你要先學會預估的技巧啊 好怎麼預估法 所以呢我們在今天啊就來大放送啊 好 那個不傳的秘密來跟你講一下 你哪一次來不大放送 所以現在12月正是時候就對了 對真的 因為怎麼說呢 因為實際上呢12月的時候 Q3的財報已經公佈了嘛 對不對 那你Q3的財報出來 其實一間公司整年度的75%的資料都出來啦 是 所以我們這時候來預估的話呢 是非常可行的一件事情 好 所以呢我們來幫各位找一下 如果我今天呢 要挑高值利率的個股 對 我要怎麼挑呢 哪些條件 首先第一個呢 先挑那個有ROE的 這很重要嘛 很強調這件事 對 沒有ROE的話你挑它 這個挑出來的股票有問題啊 對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這個EPS要長年呢 都大於零的 要賺錢啦 你不能夠只賺一年 要每年都賺 然後第三個的話呢 歷年平均的發放的比例 要50%到150%的 你也太over了 發到百分百就算了 還發到150%喔 因為有時候會發到 那個超過100%啊 那第四個的話呢 預估值利率 這個就猛了喔 對 大於9%的 不是不是不是 你之前教過我 六七%了不起 太高有問題啊 你怎麼現在 反而去弄一個9%出來咧 可是現在這個時間點 很多好公司真的都9%啊 嚇死人喔 嚇死人喔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今天呢 來幫各位做一下檢視 好 你覺得我這個條件選出來 有沒有股票 通常你來不是兩張 就是三張 所以大家這個條件 隨便記記喔 因為古魚整理好了 對對對 沒有錯 我們節目上久了喔 很多慣性都被你們給抓到了 你知道嗎 太密密麻麻了吧 先螢幕截圖一下 我都幫你們都整理好了好不好 符合這些條件的 來各位看一下 這個殖利率 我從12%幫你排好不好 12%、11%、10%、9% 各位啊 你看一下這些公司 是不是一些什麼 阿薩布魯的公司啊 也不是你不要這樣 很多都是很有名的嘛 對啊 很多都是有名的公司 對不對 有純染業的 是啊 每間公司你都認識啊 通路也有 然後呢 除了這一張之外呢 不只齁 來我再幫各位介紹一下第二張 來 我們第二張的部分來講的話呢 還繼續再幫你排下去 從9.8%呢 一路排到9% 有很多電子股喔 是不是 IC設計也有 通路股也有 所以呢你看呢 在這個時間點呢 來做殖利率預測 它有什麼好處 對 你很容易抓到高值利率的個股 而且呢 它確實在今年 整個獲利的表現上呢 非常的好 所以呢 你看我們現在 在做什麼事情 我在幫你做超前部署的工作啊 是不是 意思是達人秀播出後 可能這些都要至少 我沒有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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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幫你做一些整理啦 給各位觀眾朋友 來做一些參考 但這只是初步的整理 因為個股實在太多了 可能你剛好挑到 就不見得那麼理想啊 所以我們還要再進一步去看 什麼時間點 再重複做檢視對不對 對啊沒有錯 因為其實我們在 布局這些高值率率個股的時候 你要注意在不同的時期 你可能需要看不同的一個資料 好 那我這邊呢 整理一個時間點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也不用太密集 你一年就這三次來檢視一下 主要就是這三次 首先呢 12月的時候你要做一次檢視 比如說我們現在就是12月 我們12月在幹嘛 我12月的話呢 在做預測 我在預測呢 接下來呢 有哪一些公司 它有可能呢 是明年度被宣告成 高值利率個股的公司 我12月呢 要做一次功課 好 然後呢 4月的時候呢 要再重新再做一次檢視 這時候很多人 已經開始在討論囉 我們去年賺多少錢 可能會發多少錢 對 好 這時候是不是整個都非常明確明了了 對 好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不要再重新再檢討一次 要嘛 再檢討一次嘛 總要看到你真的賺到多少錢的年報嘛 對 而且這時候去算殖利率的話 那感覺 手感已經很扎實囉 快成型了 好對不對 那7月的時候的話呢 你還要再檢視一次喔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時候 股東會大部分都已經開完了 大家要注意喔 4月你可能只是預估說 去年賺10塊嘛 配發率70% 可能會配7塊 對 股東會會告訴你是不是就是這樣 對 股東會一旦定版之後 對 一拍兩瞪眼啊 對 是不是 而且呢 就我們的經驗上面來講啊 通常這邊預估出來的 跟最後出來的結果 事實上不會差太多 沒有股東會加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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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地方會差很多 你知道差在哪裡嗎 差在哪裡 還沒走到這裡 那個你的股價漲上去 對 你開股東會來不及了 對啊 有點慢了 對不對 你在這邊可能是高值利率股 到這邊變成低值利率啦 但是我的問題又來了 你那兩張表 如果我今天都不想漏掉我跑去買 我要花多少錢啊 要花很多很多的錢 而且我還要每一檔去做功課 一年要看三趟 對 可以不要那麼累嗎 可不可以給我一檔 就是好的ETF就好了 好的ETF嗎 現在我們來跟各位講一個概念啦 像剛剛趙華講的這種ETF有沒有 當然是有的啦 它可以讓你呢 吃魚頭 宣布鼓勵的時候 吃魚身 復席的時候 吃魚尾 再跟你來轉代等那個田息 全部都給你吃好吃滿 好好的全部吃到你的身體轉營養 好是不是 有這種產品喔 好 但是因為這邊趙華必須說 我也study很多產品喔 因為標榜高息 很多會遇到是它只管賺那個高息 所以有時候選進來的股票 也許它就是除完息之後 它就不行了 然後在近代過半年之後 被動式選股再把它換掉 所以導致它的一個禁止 它就一直在一個區間震盪而已 有沒有辦法克服咧 當然是有啊 其實你如果要克服的話呢 就必須要把我們剛剛 檢討的這個機制啊 對 徹底的去落實 是 那我們一般在買ETF的時候 還有怕一個問題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什麼 會不會全部都買同一家公司啊 或是會不會都買到 剛剛講的景氣循環股 對 那這時候 一檔個股呢 權重的分配就很重要了 很重要 比如說呢 像這邊的話呢 幫你把權重控制在上限5% 下限是1% 比較分散 對 那這樣就可以確保說呢 我今天挑進來的這些成分股 它是做一個平均的一個佈局 好 看來它有一個很不錯的選股機制喔 條件已經列出來了喔 好那這檔其實是富邦投信發行的啦 名字很妙齁 00900 動動 勾動動 以後不要那麼麻煩啦 高股息買900 這樣就好了嘛 買900 好但是這邊要考考我們的ETF交付了 這檔現在還沒有掛牌喔 還沒有上市喔 網路討論已經非常熱了 是沒有錯 可以幫大家來解惑一下 這檔的優點到底是什麼 優點在什麼地方嗎 優點的話呢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 它是做一個每季的持續性的檢討跟調整之外 接下來呢 它有兩個非常重要的特色 什麼特色 首先呢 第一個 它是呢 採用季配席的一個方式 季配席 其實季配席很受歡迎啊 對不對 你看喔 4月給你領一次 7月再給你領一次 10月給你領一次 1月再給你領一次 季季領 這感覺就很不錯啊 有些產品的話呢 一年只有領一次 你知道喔 一年領一次那個錢很容易不小心就亂花掉了 可是季季領的話 會不會有人擔心說 啊 你把本金拿去配啦 很多人都會有這個疑慮 嗯哼 本金拿去配了嗎 這個時候就要看他們的機制上是怎麼去做設計的 因為大部分來講 ETF它都會把你的現金鼓勵呢 會做另外一個帳戶的部分 幫你存在那個地方 是 那所以呢我們今天呢 去做配席的話 它是從這個帳戶裡面去做配席的一個動作 是 那當然你如果說對於它這個配席的部分 會不會配到本金 會有這樣子的疑慮的話 我會非常的建議喔 你可以到富邦投信的一個網站裡面 去看它詳細公開的一些說明的一個資料 我想那邊得到的資訊會更加的一個清楚跟正確 好然後它調整持股就是剛剛講的4月7月12月對不對 對沒有錯 那這樣調整到優勢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持股是什麼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啦 就是它以它目前的成分股來看 大家可以看到說我幫各位抓出來的 這是它目前最新的一個成分股的一個資料 那因為呢它都是抓市值前200大的一個公司 所以其實投資人可以不用擔心 他會不會呢 為了要高值利率把一些阿薩布魯的 奇奇怪怪的小公司全部都篩選進來 事實上是不會的喔 所以你看啊 從這邊呢 看什麼國泰金、中信金、兆豐金 一直呢看到最後統一證、南茂、新鮮 這些的話呢都是屬於有頭有尾的 有頭有臉的大公司嘛對不對 所以你不用擔心的買到一些非常奇怪的一個股票 而且呢你看它目前來講呢 它的比重分配大概有五成六的部分是在電子業 然後呢在金融股的部分的話呢 你喜歡的金融股 那像水泥的部分的話呢也有接近10% 事實上這些都是比較傳統 有高值率率表現的一個個股嘛 所以你看今天它整個選進來的個股 分佈在這幾個領域 它實際上也還蠻算蠻合適的嘛對不對 當然如果只是看到這邊 你一定沒有什麼興奮感嘛 不是你還沒有回答我剛剛講的那個問題 什麼問題 我當然知道它選股可能很厲害 它也很主動一年要選三次 是沒有錯 然後不錯過這三段任何一個行情 是沒有錯 但是它追蹤績效 它真的能超越大盤嗎 因為很多高股息就穩健而已 不見得能超越大盤 事實上呢 你這一張就是我放在最後壓軸的答案啦 好不好 不要猴急嘛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好東西呢 總是最後才能夠出場 那一旦出場的話呢 一定要讓所有人都驚艷到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這一檔產品呢 它的設計的邏輯 如果呢我們從它以前整個回溯回來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整個績效表現到底好還是不好 它追蹤這個叫特選台灣高股息30指數 這個指數 它跟誰去比較呢 它跟加權指數比較 以及呢跟目前現有的台灣的高股息指數 來做一個比 來做一個比較 那你要知道嘛 我們有時候在投資ETF的時候 績效的好壞跟誰比 跟加權指數比 跟加權 因為如果你贏不了加權 其實你就買0050 是的沒有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 從它整個回溯的一個資料上面來看 把它的價差跟它的殖利率全部都算回去 我們來看它整體的報酬率表現 好 你看喔從2011年開始 是 到了2020年 我每一年的資料都幫你嘛 把它給整理出來 有皇冠的就是打贏大盤 是的沒有錯 那你可以看啊 它打贏了幾次 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七次 八次 你覺得這個成績單好不好 我覺得以高股息來說很滿意 對沒有錯 所以它這檔產品在設計的機制上 它不僅讓你有機會可以去領到高股息 對 它也讓你在這種從高股息到低股 到低股息的轉換的這個過程裡面 還讓你有機會賺到價差 而且以它目前的整個機制回撤上面來看的話 甚至它有機會比加權指數交出更好的一個表現 好這邊趙華要提醒大家 買ETF的觀念跟買個股不一樣 因為它是一籃子的股票 再次苦口婆心 如果遇到跌升 反而是你加碼比較好的時機 跟個股的做法是不同的 另外這一檔ETF 在12月6號會正式的募集 入手價是15塊錢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因為趙華覺得坊間要克服這個高息 只賺息的這個缺點是非常不容易的 好今天非常謝謝永年老師 跟古瑜來到現場 然後永年老師提醒大家 現在台股真的重返多頭喔 那誰會帶頭攻呢 不是過去那麼強勢的族群 是平反的三大族群喔 可以注意明年的獲利 應該還是可以持續延續下去喔 另外呢 古瑜告訴大家 明年喔如果升息最不怕的就是金融股囉 所以幫大家精挑了很多低本益比高值利率的金融股 而且是專門來賺這個利差的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那希望今天理財答案秀對你們投資有幫助 我們明天再會囉 掰掰 趙華也開Podcast囉 趕快追蹤起來喔 我的名字叫做趙華與股貨展 每週都會真心兩集喔 有好多好多股市的秘星通通讓你知道 下午飯 red 好多多股市的獲利 更多了解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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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